下面我们演示一下那个油缸设备那个连击的一个搓搓的流程 首先我们那个看这个正极标志正极线 然后把它接到这个脉冲标志上 红色的脉冲标志 这个一定要拧紧这个拧不紧的话容易打火 然后找到这个户籍标志的 这个户籍标志的这个地线接到这个工地工地这个上 然后我们这有一个插头连接送司机的这个是实心的 上面这边这个这个连接这个送司机的这是实心的 这个祸口朝上这样就可以 另外一个这个六心的遥控盘的这个 还有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有一个那个 呃这是一个那个电引壶的一个报警 在那个汉机后边这个接到后面 电这是电路减刷运行号这个是货物送下的 然后另外两个这个有两个水管 一个一个红色一个蓝色的这两个是连接咱们那个水箱的 一个进水一个出水这个这个位置可以都可以接这个 明明就可以 好 咱这个水箱这边有一个水流检测信号一个三叉一个有的 这个和水箱后面 这个和水箱后面连接的这个是讲他那个水流信号的一个 好 这样接上就可以 好 这个汉机接线的话都是三项三项的四项有一个这有一个接地地线 我接上这个地线这个线的情方数一般得六平方 然后设备接线的话是 设备接线是220的交流220的 然后2.5平方的就够了 然后咱们这个这个插头是那个咱们水箱循环水的一个插头 用的时候直接插的这个图就可以了 汉箱就是水冷汉箱 这电缆里边有一个那个循环循环水的所以说咱们那个水箱里边一定要加那个冷却水 这个水的话一定要加纯净水啊 如果说温度零度以下的话一定要对上酒精 这个这个水位一定要在那个 上面我们就是上线在上线上就可以 好 这个水位就可以到这个水位 最高的有气缸那个气动组件 所以说一定要那个接压道工具的管 标准出场一般都是摔石的这个压道工具接头 用摔石的管 接上接上之后 然后看一下这个气表 这个气表要在0.4到0.6之间就可以 在看见之前咱们要接上这个保护器 这个保护器是80的雅气 20%的二氧化碳这种混合器 接上接头 开关一个空开 上电之后 直接合上电子去了 然后焊机 看在前面 有一个 哎 焊机上有一个那个减器功能 在焊机之前可以点开它 然后点开了之后 然后看一下那个 调一下气不量表 这个气不量表 这个这个 图球在15到20之间就可以 然后减完气之后 调完这个流量 咱们可以再把这个减器功能这个关掉 再把这个关掉 这样也正常焊接 汉丝标准直径都是1.2的 可以对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压轮 这个压轮显示也1.2的 一定要这个汉丝直径和这个压轮匹配 然后穿过这个导司馆 过上压轮 这样就可以 然后点击又可以了 按住 按住界面这个点击松丝这个这个按钮 然后这边就很快就 快去就出来了 嗯 这个 行吗 不不不 我先搁在那搁在那搁 我通常安装核设计来用砍伐夹住 然后后边尾队顶一下 尾队的那个样 咱尾队调整的话 这个 这个前后移动用手推就可以 然后那个锁住的话 这有一个卡卡扣 这个是自动自动路海区 自动路海区当的这儿的 前面那个气缸紧空间之后 它会自动锁住 当你那个想着把那个调整级对这个量的话 可以往前推一下 然后把这个升起来 然后骨骨骨骨就可以来回移动 调整它的这个形状 好 咱调整好那个弓箭那个形状 按一下那个顶紧 这样的话就可以调下一下 我们调整那个汗箱的距离 先把那个 用气缸把汗箱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 然后这有一个手动手动调节气候的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先大致的把这个碳框 把这个碳框扫好 做好位置 高位置都捉住 然后咱们这边有一个那个电动桃子 手动调节路的 都可以微调这种状况 然后前后的话 前后用这个 前后左右就可以调整 然后一个汗箱那个清脚 一般一般看这种反弹的话 汗箱清脚在 零十到十五度一个倾斜 就是往前一个倾斜 高度的话在十五到二十个半一层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参数间边 我们主机里面是这样的 一般是第一个间边 这个这个间边是那个咱们参数设置间这 给大家看一下通用参数 通用参数第一个就是咱那个摆动 设置摆动的时候两边停留的一个时间 这个这个时间是根据咱们供应来 就是你想着摆动的时候让停的时间长一点 可以设置这个数大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饮湖 饮湖这个一个清流 就是咱保证那个饮湖的时候这个融合的融合处好一点 我特别可以把这个时间加长 第三个是收湖之间 如果湖更大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加长 第四个是寒解角度 一般沿周是360度 然后咱设置365度 有一个大阶度 然后后面一个是树湖的电流和电压 这个树湖的时候电流电压都比较小一点 前乎更用的 然后后面这个是设置参数的间边 就咱第一个就是焊接的速度 就是焊接转速 根据咱工件 然后是换它出来一个焊接速度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摆动 咱摆动的这个幅度是多大 现在是毫米 14毫米 也要一个摆动幅度 就是咱摆动多快 下面这个是提升提升高度 就是咱相当于多层多道看嘛 看完第一层的时候 第二层往上要提多少 提几个毫米 然后这个第五个这个是电流和电压 第六个电压 咱们就是根据咱们搬接工艺来设置这个电流和电压 这也可以随时切换 点一下就随时可以设定好设置 设定好数值 智能数点ok 然后存储 然后存储一下 存储前路的界面 然后咱们跟感察处试 然后标用就可以 然后在后面有一个焊接监控画面 焊接监控画面 这个这个是在焊接过程中可以速度焊接电流那样 可以根据咱们实际的焊接去加去剪 这都可以调整 然后在这个界面里面有一个那个系数修正 系数修正 这个是电竹和电压一个体配 当你设置的电竹和电压 你实际的电竹电压不齐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用这个系数去修正把它那个调的和在那个 设定的单数是一样的 咱现在就是 咱现在咱现在可以就是启动一下 设置一下就是咱们刚才看的转户还有摆动 和咱们那个风影要求 这个焊接探处都调整好的话 就是小焊接的话 直接把这个调整状态打到焊接 打开 打开焊接 然后直接按启动就可以焊接 打开我